爱也是广直到做朋友方面 当我去到好莱坞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的英语并不是讲得很流利 但是他们对我非常尊重 因为他们只看我的作品 没有看我的语言 也不会有任何不客气的态度 因为我对他们也是像朋友一样 跟朋友之间除了一份欣赏 还有一份学习的心情 所以说我去了好莱坞 好像是跟一些朋友学习的一些东西 很多人都很奇怪 也有其他的导演 也有其他的人去到好莱坞 只拍了一部戏 就没有第二部了 但是我的一级一级都有的拍 在好莱坞拍戏的时候 除了是一个朋友的态度 另外对双方面都有一份尊重 还有理解跟谅解 那我记得当我拍摄《变脸》那个电影的时候 你拍一个美国的动作戏 尤其是拍一个英雄人物的电影 就是有很多规矩的 对英雄是不能流眼泪的 当你看到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演员 他在现实对着镜头 他表示这么伤心的时候 他突然转了头去 转了头去 然后再转回来继续演戏 他为什么先背着镜头呢 他背着镜头把眼泪流干了 演员都非常投入的 在外国派系他们是很投入 他们演那个角色 他就是那个人 他演一个很没有安全感 又爆肋 又孤僻 不演戏的时候 平常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接近他的 因为他就是那个情绪 他就是那个人 那我对那些人很关心 那我就以一种爱心来跟他工作 现在安抚他 我说你可不可以说这段对白 用一面流眼泪一面来讲这个笑话 他说哎呀我可以流眼泪吗 我说你可以啊 你说哎做什么做什么 结果他真的是用一面演那段戏一面流眼泪的 那个是他的真的眼泪 因为他内心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 所以我演出了以后 他很满意那个镜头 而那段戏也是很感人 因为我是怎么样 我对每一个演员 不管是中国演员 西方演员 我都是用一个同样的态度 用一种爱心来跟他们合作 就不断的有人找我 就是跟他们拍戏这样